再来看到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慧证件说明会玉璃场 特别提到花莲南区的年轻人外流都是长辈留在家乡 不论是社会福利还有医疗照护都应该更提升与周延 同时也提出育儿津贴还有坐月子的补助 希望能够提升生育率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张美慧证件说明会持续在各乡镇市举行 张美慧的团队来到南区玉璃 他指出南区年轻人外流都是长辈留在家乡 不论是社会福利和医疗照护都应该更提升 同时他还提出了育儿津贴和坐月子补助 希望可以提升生育率 希望医疗的水准医疗的品质能够同步的提升 那包含要引进这个次世代医疗 就是整个在电脑在电子系统的这个工作上 能够有效的来精进跟进化跟升级 当然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待遇 这个福利也要相对提高 另外在这个社福的工作上 我们也提出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这个3.0 这也是配合赖清德总统候选他所提出的 那当然我们美会这边也提出 那在其实从坐月子就开始应该要来协助产妇 争取经费补助 那另外还有从这个育儿津贴也要加码到1万 那另外在医疗的这个转整运送的交通的补助费 美会也在这次证件提出 我们希望花莲乡亲 特别是南区 尤其在狱里 我们很多的长者 那还有很多希望能够 我们能够鼓励生育率 就从社福面 从医疗面一起来同步着手 那透过中央政府的协助 经费的补助 资源的益助 让我们南区获得很好很好的照顾 张美会的三大亮点 六大面向 28条证件和花莲市各乡镇市的建设需求都有连结 张美会透过下乡说明会 向民众报告她的参选证件 她也强调 这些证件都是可以执行 可以实现 也是切合民众需求的 希望她的参选可以让乡亲明白 花莲需要有一位认真负责的立委 为地方来争取建设和权益 介络会玉里正报道